楊穎玉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港橋支》 標題為《種族主義教育在香港》 種族主義向來是多元民主社會大忌 例如2018年英國爆發疾風醜聞 大量牙馬加合法移民遭英國政府扣押 遞屆出境被拒絕再入境 事件經彙報揭發 社會嘩然 內政大神引咎辭職 補獲措施包括將6月22日定為疾風日 紀念其中最早一艘牙馬加移民船 英國入籍市也會以此議題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我以為官方教育災離譜 也不感染指種族主義 但我錯了 6月26日 教育局發出通涵 向全港中小推介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6載音樂錄像 18區各選一間小學分別錄製 局方將各校精華片段展成合輯 共學校在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 紀念日或前後的上課日 於舉辦慶祝活動時播放 令老師、學生及家長欣賞 與適合也可安排參與合唱 該局選了什麼歌呢? 羅大友東方之珠 國語版當然了 回歸怎麼可以用粵語版呢? 通涵為該歌描述催灿動人的香港景色 尤其是五光十色的圈藝夜景 在萬家燈房的影襯下 好像一火耀眼的明珠 的確歌詞有月兒彎彎的海港 夜色深深燈火閃亮等美句 然而當中一句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念 放在同一段 讓海風吹忽了五千年 麥樂更狠清澈 作為五千年文化祖國的一員 黃皮膚香港人 將擺脫白皮膚統治者 回家了 作為流行曲無所謂 8、90年代黃皮膚反殖成功的確會有人慶祝 然而作為官方慶回歸歌曲 則等於同教育當局宣揚皮膚種族主義 當局有否考慮過 第一 西曆東漸以前 中國人認為自己是白皮膚 黃皮膚概念乃薄來貨 故凡自稱黃皮膚者 乃用鳥帝黃主義種族觀而不自知 第二 中華民族56個民族 不少皮膚飛黃 例如維吾爾族人 有些保留著高加索血統 藍眼中發白皮膚 若愛國教育執意採用黃皮膚說 更等於要將這些兄弟民族分裂出去 顛覆政權 第三 若教育當局緊要求學生歌頌黃皮膚 香港還有資格繼續當國際城市嗎? 若官方教育活動含黃皮膚元素已屬荒謬 更荒謬的還在後頭 18家參與學校 有若干招收非華語學生 例如 補國小學 和補糧局林敏燦英文小學 他們派出不少印巴籍學生參加拍攝 潮流興 查GPT 我好奇問他 印度人是黃皮膚嗎? 他說 不是 使用黃皮膚這樣根據皮膚的術語 對印度人 或任何族裔群體進行分類 並不準確 不恰當 這個用語已經過時 據冒犯性 即使陳規定仍觀念繼續根深替故 他是在回答我的問題 還是分析教育局呢? 甚至有學校派出金白白人學生一起高唱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 黃色的年 有趣的是 教育局照單傳收 尚在官網 這個是學校在搞李家超所謂軟對抗 還是教育局搞顏色革命 什麼顏色的學生都要以黃為中? 或者教育局也有支持之心 知道種族主義教育不好 所以陸像只能在香港及中國收汗 在其他地區監覽 會顯示 本網頁內容未能提供與你所在的地區 以免家醜外揚